歡迎回到獨立特派 原論節目現場 接下來帶您關心的是 做公益 一定要用悲情號召嗎 常見到身心障礙的朋友們 在路上接麥 口香糖 面紙 抹布 原子筆 民眾想要發揮愛心 但自己又不見得需要 每每遇到接麥 只好移開眼神 默默快速走開 陷入兩難的心情 其實身心障礙者的處境特殊 但純真的心靈 專注的特質 往往有獨特的力量 透過博樂的眼光 將他們的獨特 串聯到不同的模式中 以創新的方式來做公益 身心障礙者與機構單位 不僅能夠看見 自己獨特的創造力 民眾從事公益活動 也有更多實用 趣味性的可能 一起來看一看 繁忙街頭撐著雨傘的行人 腳步匆忙 雨聲中沒人聽到叫賣聲 更沒人停下腳步 看一眼輪椅車上滿滿的商品 要被你來搶電話嗎 沒有啦 太多了 對 太多了 太多了 我看到你來搶電話 看到你的障礙者會說英文 他們就覺得說 哇 怎麼會發生的 很驚訝 自閉症的小婷是中度智力障礙 她畫著最喜歡的大飛機 享受畫畫的樂趣 我很喜歡坐騎士七公鐘八次 坐飛機的感覺是什麼 好快樂 早就感覺在天上飛 很像是大翅膀 智能障礙者的心靈世界 有著不受限的精彩 透過資源串聯 這些創作 化身為時尚的工藝商品 接賣 長期以來被視為不美麗的都市風景 接賣者被幕後集團控制嗎 接賣品是暴力嗎 買了是做愛心 不買就是冷漠嗎 從17年前到現在 我們一直在從事接賣的工作 傷害者的工作其實不容易 所以接賣這份工作 它只是暫時 它不一定是它的全部 大多數的公益活動 以做愛心為號召 訴求協助弱勢族群的悲情 陳安宗發現年輕接賣者 需要新的工作模式 於是邀請專家幫忙設計 透過募資平台 打造一台無障礙行動餐車 讓生障者從受助者變成服務者 一輛餐車要設計 真的非常的不容易 當他們在做這些美食 然後在服務客人的時候 他們感覺到他們重生 他們開始對這個社會有信心 因為千萬不可能排隊來幫你買 不過這些美食 就是看到這麼多的人群 願意去做排隊 那已經把它激勵起 它的那個上進心 信心帶來自立的勇氣 如果有適當的機會 障礙者就能拋開身體的限制 許家榮出生兩個半月就罹患小兒麻痺 同時依靠電動輪椅作為代步工具 現在在歷史博物館的主題特展中擔任導覽員 這就是孔方兄的由來 商朝中期以後開始出現了所謂的 我們的人工貝殼 是因為天然貝殼已經不復使用 能交換東西越來越多了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特別的體驗 應該這麼說 全台灣 我敢說 大家看展覽應該是沒有看過那時候 進去導覽員是做輪椅的 應該是說孔方兄 國立歷史博物館孔方兄與他朋友們 這個展覽 我算是應該是史無前例 第一個做輪椅導覽的朋友 剛剛那位先生就是過來幫我們講解 然後我覺得就是很仔細 就沒有想到錢幣的由來是這麼有趣 我覺得他們可以做的事情其實更多 就是跟一般人其實是一樣的 只是不應該限制於那個就是生長 歷史博物館是台灣第一家 推廣工藝文創概念的博物館 2013年起展開工藝文創的實踐 這一次以典藏古物為發想素材 化身為五隻立體的招財布偶 現在的博物館已經不像是過去的博物館 只有典藏研究 教育或者是展覽的功能 其實現在博物館有更多是屬於社會責任 因為我們有的就是專業的人力 我們有的就是非常豐富的圖像 我們把這樣的資源放到一些弱勢的族群身上之後 除了讓品牌升級之外 最重要的是讓他們產業可以做一些變化 工藝是服務社會 文創是創意共利 歷史博物館有六萬三千項典藏 除了與庇護工廠合作開發手工流離 也與樂善院生共同開發充滿繽紛色彩 富有同趣的行李吊牌 紙膠袋 L家等商品 近期則以著名的法國華裔畫家常遇畫作 作為精品咖啡等產品的包裝 提升愛心商品的質感 銷售數字果然大大提升 賣這些產品不是賣悲情 或是賣一個比較悲慘的故事 而是讓大家知道或是喝到咖啡之後 才發現原來它是一個 行動不方便的人的烘焙師烘出來的豆子 或者是它是一個 智能障礙的一個工廠折出來的盒子 善意串起愛心與行動 弱勢單位與工藝機構 加上圖像文創與工藝 成就充滿能量的作品 展場中創作五隻招財布偶的設計師 就是樂山教養院的院生小廷 小智跟兩面 線條與筆觸充滿同趣與自然 A380是美國最先進的西式機市吧 它有4% 那你住過A380嗎 我常住A380 常住啊 去哪裡 你去哪裡 巴厘島 你有去過什麼地方除了巴厘島 還是去過泰國 喔 還是去過印尼亞加達 喔 還是去過瑞士 小廷是中度智力障礙 有著自閉症的她 因為作品受邀出國愛上畫飛機 我只有畫飛機畫那個 填蘭空看A380 等一下 你這個衣服誰畫的 我畫的 對啊 這是什麼 駱駝 坐在小廷旁邊戴著黑礦眼鏡 是年近50的重度智障者杜老爺 作品中堆疊許多圓形泡泡 被稱為樂山的草姊迷生 老爺 你在畫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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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畫的是什麼 蛤 蛤 對 這兩個 這是兩個 兔子 兩個兔子 這個呢 麻 然後兩個兔子小小的 哇 好可愛 對 所以你畫很多很多的泡泡 是不是 一起創作的 還有中度智障者小智 這是Q版的 五月天演唱會現場 對 五月天在做什麼 我的出來是 蛤 蛤 蛤 然後還有誰 石頭 那還有誰 馬沙 白沙 蛤 石頭 怪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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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獸是他 那坐在哪裡聽他們唱歌 坐在第一排耶 搖滾 民眾愛心贊助 小智卻參加過偶像的演唱會 這張畫作畫的就是小智跟羅志祥 只要生活中有心的事件刺激 就會展現在他們的畫紙上 此刻一旁的唐寶寶涼面 也描繪著自己出國參展的所見所聞 你在畫什麼 像羅網飛機 像羅網的飛機 兩面那邊有很多的什麼 有滑著船 滑著船 它滑著那個油壺 你有騎摩托車嗎 外面的 很多嗎 有很多 七層不出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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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雅的手因為並指開刀 不方便做畫 但可以幫忙塗色 她握著畫筆 一筆一筆 呈現純真心靈中的繽紛世界 地史博館有豐富的文物圖像 與授權機制 不過促成樂山怨聲的獨特創作 被看到的推手 是戴著金邊眼鏡 會演獨具的李萬坑 李萬坑接觸到樂山教養院的身心障礙者 是求學時研究所一堂藝術與社會參與的課程 那時是讓他們以創作者 畫家還有插畫家的身份 而不是社會弱勢者與民眾接觸 建立社會的認同 同時與外界建立連結 你在畫什麼 這個是什麼 它的特色就是 有畫 它每一張大部分的元素都是泡泡 我自己蠻喜歡它這種風格的 不過他們畫什麼 都很想去評斷什麼 因為我覺得每個人的特色就是 盡量要它發揮出來 樂山的老師就是會 有很好的一種引導方式 去把他們本身的一些風格 跟一些喜歡的東西都可以引導出來 所以我們的工作比較是去挑選他們畫好的東西 這群身心障礙者的藝術才華 完全不受外在形體所限制 直率的言語也常令人玩耳一笑 送給你 旁邊自我呢 還差什麼 還差什麼 還缺什麼 還缺什麼 你皮膚好白喔 樂山們與這位大哥哥非常親近 更有著敏銳的觀察力 看里灣坑穿著白色長衫 兩面有自己的聯想 這個 這個是什麼 前面把箱的鐵板燒 鐵板燒 鐵板燒 你說我 你說我穿得像 鐵板燒 做鐵板燒的人 對啊 不會多 謝謝你喔 真的很謝謝你一直鼓勵 一直以來對我的鼓勵 創作培養怨聲的觀察力 創造力 表達力 畫作做成風格獨特的T-shirt 將內心純真的世界與外界分享 也用在更多的意脈商品上 帶來怨聲的自信與成就感 擴大與外界對話的可能性 我們常覺得說心智障礙者 就是需要被幫助 可是從藝術的這個層面 或角度來看 有的時候可能有障礙的反而是我們 就是他們在創作上面其實是非常自在 然後非常自由 而且非常有創新創造的部分 從藝術到設計 就像是從想像 踏到現實世界的一雙腳 兩個也可以一起 一人一半 不行一人一半 一人一半 對 很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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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越障礙產生認同 並連結社會資源 障礙也能療癒人心 很多來參觀的人給我們的反應都是 受到療癒的是他們 就是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翻轉 就是原本可能想說是要來幫助他們 可是在最後發現得到療癒的是我們自己 療癒人心是意外的副作用 原本李萬坑的出發點是用藝術實踐工藝 不再消費悲情 透過藝術與設計的發酵 串起不同領域的夥伴 希望他們有機會 可以透過一個創作者的身份 去跟社會大眾做互動 比如說在做一些畫展或者商品 他們其實自己去介紹自己的東西的時候 是會培養一些自信性的 然後我會覺得這個是一個 有點像正常畫的過程 生長者的創作力一直以來都被忽視 帶著淵深製作樂山的戶外指標 製作史博館的布偶畫作的商品畫 舉辦畫展 李萬坑發現許營士之外 更重要的是帶來參與和改變社會的能量 我們在做的比較是怎麼樣去打開一些想像 我們對象其實他也是一些獨立的個體 那他也有他的人生要過 那我們怎麼樣去有一些新的機會 讓他們去參與這個社會 或者社會大眾也有新的角度去閱讀他們的作品 然後我就會覺得當做到社會參與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想法是跟做慈善不一樣 做好事不見得要震驚嚴肅 透過跨領域創作的思維更多的連結 把社會價值與生活的需求連接 工藝商品也可以進駐時尚的文創園區 呈現出質感與設計感 為工藝帶來更多想像與可能 做工藝是個怎麼說是個方向 它其實不太需要很很常被提醒 我覺得講到生意在講很多時候 我們想到的是他們 可是其實我們某天可能也會變成 比如說身體不方便 或者也有同樣的需求 所以我覺得他們跟我們是一個流動的一件事情 以同理心思考 以設計 串聯 解決問題 抱持想像與人共好的社會價值 每一個人都能參與實踐 臺灣有一百一十七萬的生障者 卻只有百分之十的就業率 身上朋友和大部分的人一樣努力地過著生活 有能力的時候不妨多多支持這些良善的價值 讓臺灣障礙者多一個自立的機會 讓美好的作品散發療癒的力量 讓太陽照不到的地方也能有光亮 獨立特派員 謝謝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陳婷玉 我們下次再會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